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們剛才不是說 大師覺得不妥 九八八八 不停穿底 其實另一隻我自己覺得 更加值得關注 就是隻快手 不知什麼事 不停滾下去 穿了250天線 這樣散了 什麼線都散了 它明明業績是沒問題 我覺得穿好 對 即使用反彈 誰知一路要止線 以前50的位置都有些意思 現在直落 一穿穿就穿 支支陰竹都不是細 支支陰竹都長 一支陰竹 再倒 它還不是散貨格 什麼事呢 我其實要找到難度高 因為這隻都是優質股 它還要有回購 也頂不到股價 可能唯一 你要想一下會不會是 在直播 網紅那裏都有些變化 有傳過 會不會是查網紅銅碎 這不只是快手市 我自己覺得 但你可以研究一下 現在的網紅明星 地位有沒有變化 例如說 在618大速銷這段期間 看看明星 李佳琦大家都認識 618開播直播間 美妝化妝品成交額 有26億多 薪巴大家都認識 銷售額都14億多 他們倆都維持在 陶天和快手市 直播大貨一哥的地位多年 如果你說快手市 當然是薪巴 但是最大的變化 就是一個明星出來 就是賈蘭亮 就是抖音大貨達人 的第一名 他說 以五月抖音大貨達人榜 當中 賈蘭亮是7億多 GMP 急速地成長 還要連續霸榜 多月的 董宇輝 董宇輝 董宇輝只是賣到 5月5億多件 這個更少 是的 即是說 在抖音 在抖音自己的社區 已經賈蘭亮 贏到董宇輝 所以 他的威脅性 對其他平台的直播大貨達人來說 應該視為很大的威脅 大家說 抖音終於捧到一個敬人了 他就是賈蘭亮 有力挑戰 即是快手的 以及李佳琦的 陶天 這樣 我不知道 所以就洗牌了 有的 有威脅 因為 新巴都很厲害 新巴的成長 是幫到快手的直播平台間 很多很多的 亦都令到他的電商 就一躍這樣 就跑出了 跑出了 誰知道抖音都玩到一個 網紅達人出來 因為 其實抖音那個 銷售 類似快手 是難些 他們的模式是難些 捧一個人出來的 是 他們會 即是快手 按抖音 是按抖他們的短片 短片之中 然後你直接 按進去商品的網站 那裡去買東西 你不會像同天 開一個直播間 快手做得到 就因為有了新巴 新巴不得罪 快手 絕對 不敢得罪 一走就糟糕了 等於1797的時候 董宇輝那些 是啊 一定要 林檔都像 你要給皇帝做也行 只要你肯留下 因為你不皇帝 什麼都不是 日本也要 做董事也要 看看抖音 是否對快手 你知道 豆瓶和大家 爭到難分難解 是 會不會對快手 有一個重大的威脅 你可以當作故事 這樣聽 你說 你跟他業績 什麼事 那這麼巧 6月8日後 對 那些人可能會碰到數 對 碰到GNV 有人突然火速這樣 馬上升上來 又是令人關注的 我覺得 但我覺得 如果有人火速 或者競爭者 火速這樣升上來 關鍵不是這個 關鍵是 就是說 你原本的人 會不會是受到影響 如果你說 做大了市場 那其實影響又不大 嗯 都可以這麼說 如果我餅 一路一路 如果我是假奶糧 我找到那些粉絲 不是董月輝 不是李佳琦 不是辛巴 那當然沒問題 如果他在搶別人 那些 那就糟糕了 因為 不知道 現在 以一個直播帶貨的模式 是不是還這麼肯 其實李佳琦 曾經都 都害怕過 我們自己說 你一說錯 少少東西 那又 立刻 你知道 又說要走啊 退啊 這樣 這些是 是害怕的 我自己覺得 那 不知道 那個生態 究竟 那個變化 有多大 老老實實 那這裡 由於多了一個競爭 對手 可能也有點 有點負面 我自認 我其實沒有看這些直播 那我 賈奶糧 我立刻找他買什麼呢 他原來就是這個 叫做 國際大牌的美妝加連華 那就是李佳琦 那就是李佳琦 是不是 如果他是受歡迎過 李佳琦 那阿里巴巴都害怕 老老實實 真的 真的 那 又或者是 不知道啊 我自己覺得有這麼不妥 你快手 你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跌到這樣 那些活躍用戶 又沒有問題 真的 對 一直加這麼多 你都要這樣跌 其實如果業績的話 快手和百度 真的都不… 不知道什麼事 我說不差 我簡直覺得是好 是不同的 賈奶糧是男仔 李佳琦是女仔 也不是啊 是男仔來的 李佳琦是男仔來的 他是男仔來的 男仔啊 他是最貪美的 他貪美的 他賣唇膏而已 但是他是男仔來的 是不是啊 男仔來的 男仔來的 聽聽是女仔 不是啊 是男仔來的 所以 不知道 怎麼鬥到難分難解 不知道 其實說真的 有這樣解釋住 其實東方欣選 都得了很久了 是的 董月輝都保持著 這麼人氣這麼高 是嗎 沒有聲的 我發現 什麼事呢 東方欣選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賣不到貨嗎 不是啊 董月輝都可以幫你賣到很多 對 GME都是很厲害 但是都回了不少 本來我覺得 東方欣選可以試 曾經我都想過 可不可以反彈 想想一下都是不行的 你多少東西 現在都還在破案大 是啊 還是大家已經整個市場 消費市場的憂慮呢 或者都是啊 剛才那些內需 消費 是的 所以大家就說 連電商的生意 618都沒有炒 是吧 618都沒有炒 上個星期五還說 哪個報告又說 那些東西賣少了 是啊 幾年以來倒退 喂 但是這樣啊 有些品牌是很厲害的啊 992聯想賣到很多貨 是啊 小米賣到很多貨 但是你看看 不炒 還要回的 回的啊 聯想跟著 1810都沒有怎麼炒啊 在股價上 其實有時候也是 未必一定炒的 還有你又要看看 究竟之前那個月 根本去升了多少 如果之前一個月 根本升了很多的 現在反而不炒 還有機會 趁好 就算是真的賣得好 都趁好消息出貨啦 沒有啦 電商平台 巴巴京東都沒有 是 不炒平台的 是啊 完全不炒平台 沒有反應的 還有 其實京東都不知道什麼事 小心 不知道是我沒有留意還是怎樣 他都沒有馬上告訴你 做了多少個百億的GNV 是 多少秒就破了 多少億那些 就是完全低調的 近年都 沒有怎樣大廣 是啊 沒有怎樣大廣 你都覺得 好像整個 好靜 特價 618救物節 是啊 只是感覺是他減價減價 但沒有說很好賣 甚至乎 有些人說618搞壞了茅台 走價 哈哈 為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在嚴錢聲的節目 和阿千用師都有說 618京東有物節 茅台大速銷 有些商家大減價 減價完之後 其實賣了給一些黃牛 那些黃牛 然後呢 本來的機制運作 就是黃牛 遲下 那個價格好 他又賣給商家 是 令到那個價格不斷 很難跌 老實實 但是呢 好像說最近 618促銷 黃牛買了商家的貨 商家很久都不問他們拿回貨 然後呢 黃牛就生氣了 攬炒 不停舉些 省平庄的茅台出街 攬炒 即是我不斷了 我不幫你斷貨了 因為以往一向都有黃牛機制 幫你 團職居期 那就說 越來越多這些 促銷的情況之下 那個 以前有黃牛幫你流轉 或者是團貨這個運作 有些彎彎的 和黃牛和商家 是鬧回了 就說 行了 你摘我的貨 我摘你的窩 那樣 原來有些特價速消的東西 都會衍生這些問題 那就好 喝的人就好 其實對消費者是好 沒有了黃牛嘛 但就累了消費類的股價 股份 對消費者一定好 因為大家都說 這個茅台實情是 不知為何要貴到瘋 貴到瘋 貴到瘋 2700 2700 2800 3000多 3000多 我不要多買幾支威士忌 那不同的 茅台真的好喝很多 那倒是 看看 究竟水份 炒到這樣的情況 是否有一天要會 那些人都說 茅台這個古王地位已經破滅了 現在也有梯 這樣下來 是的 真的跌得很急 好少 香港的真酒里道 是 甚麼號碼 是 九七九 即是 這些 你看這些 你試想想 白酒一堆都掉下去 是 小心一些 原来这些叫做高消费 这些酒类的产品要真是亡上 我有时都觉得 是不是真的跟国内的消费 高端消费市场是呢? 还是一个泡沫来呢? 要爆呢? 泡沫价 当然一定存在着泡沫价的 其实这类的股份 基本上好的时间就炒到瘫 根本就不理价的 所以现在你要拿着干少少的泡沫 这个是正常的 当然就是他们本身 销程、跌价 这些因素都是有影响 有基本面的影响 差在现在就是说 究竟下多少才以为是合理 是 没了炒价 少少不同 你看到1913 Prada 1913 那这个是不是反映了少少消费力的削弱呢? 也是的 那又这么说 你又看一些包包 以前都是因为有炒价 是啊 有炒价 现在又是中介人闹 可能都 其实要看一些二手价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坏消息 是啊 你这些呢 例如买Low 其实你要看一些二手价 有没有急速回落 或者回收价有没有急速回落 茅台又就是因为那些回收价散了 是 所以便出事了 你说包包 是不是也是呢? 因为根本有些人 有个中间人抬高了较多 令到他不死 是 整天都是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了这个炒价的时候 回归于厂价 是 那你便会觉得 在某程度你会觉得是 是消费市道弱 另一个程度就是 没有得炒 是 没有了这个炒风 而出事 就是令到股价出事 那Prada 不过Prada袋又 没有什么得炒 没有啊 香港只有一只这些股 是 叫做 关联下 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 巨人身秀例 都要大减价 给行李箱 是吗? 是吗? 因为呢 在香港 去了一岁很久 是啊 因为在香港 我有看了 就是说 3号超市 那个价格实在便宜过 香港好多 那结果都要大减 那就糟了 现在买一条菜都3号了 是啊 是啊 按按键而已 它就送到你了 人都不用上去 3号放下我们的物价 老实实 真的 因为如果你在香港本土 就是本地的商铺 不减的时候 你怎样跟3号超市比较 那些这么便宜 就是这样 大家又研究一下 这些炒风啊 这些物价 那些东西 如果和香港民生息息相关 就更加要看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谢谢两位 拜拜 勉择声名 变责声明 RAGART Finance 揭力提供准确资讯 唯不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 而令各项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勿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课与Record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Record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